香港有比较好的基础 部分是我们香港市民 它的整个的数字 特别是健康素养这个水平 香港的医疗卫生的条件和基础 同时香港也有经验 香港也经历了SARS 香港也经历了这个清流感 包括登革热 等一系列过重大的一些托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传染病疫情的考验 所以有一批的专家 有比较好的经验 也有实战的基础 所以这一块呢 再加上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的领导 尤其我来以后一个感受 部门之间在合作 这一块的香港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疫情 所以这个信息 我未来之前 从我的了解 我们就是有的 来了以后 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信息 当然 光有信息是不行的 那如何把我们的一些过去的经验 把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一些方案 切实的落地 这是当前的一个重点问题 我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一个全社会都关注 都必须参与的一项的系统工程 那么如何强化部门的协同 强化我们的领导组织体系的应急状态 要快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 另外但是要真正做好有效的协同 和快速的使我们的措施 和策略的落地 信息系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因为所有的决策 所有的执行好坏的评估 是要靠数据说话 香港有这个基础 你们的信息化水平 是很高的 如何把散落在不同系统和部门的信息 尤其是疫情信息 进行有效的联动 然后再发挥香港的专家优势 香港有一大批的优秀的公共卫生 和临床专家 包括基础的临床基础的专家 那么基于信息 进行研判分析 我想这个联动 是显得非常重要 是保证信心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一块呢 是有信息 但是呢 信息光讲不起 是要靠落地的 谢谢